你把我放开 再这样下去 我会恨你的 你不能去 因为你跟我一样 咱俩都无能为力 可是 可是他们实在是太无耻了 我为他们感到羞愧 严芳 我理解你的感受 也请你理解我 就像那天抓你们那根中国人 我瞧不起他 宋道先生 请你原谅我 刚才我太失态了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呀 你没有失态 换了我 我也会和你一样的 要是所有的日本人 都像你一样政治善良 那该多好 没有用 他们都丧失了人性和天良 那你说 这是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呀 他们都丧失了理性 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 对 宋道先生 上次是你救了我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不要感谢我 我的力量太小了 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中国人 都能够得到我的帮助 哪怕是微不足道的 对了 您叫我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些吗 当然不是 叶芳 你等等 叶芳 给 这个 对了 上次的药也多亏你了 这个是 当然也是药品 并且是伪禁品 你们的人是搞不到的 拿着 交给需要他的人 嗯 那些土匪王位的太阳了 山下到处都有他们的埋伏 那几个弟兄都被打死了 那我不知道 多亏我跑得快 要不 我非断了他们的老卧不可 兄弟们 都在啊 呀 老小子回来了 老小子 哎 大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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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小子回来了 是不是没地儿去 又回来找我来了 哎呀 茶言说得好 这好马不吃回头草 我老小子又有一天没有地方去 我也不会回来再找你呀 嗯 你个小扁足子你 刚走几天呐啊 这翅膀就长硬了是不是 你也敢这么跟我说话了 啊 你信不信 我一枪我敢崩了你 大当家的啊 你没有这个胆 你连个小鬼子都不敢杀的人 你能杀得了谁 你说什么 今天我不是来求你 我是来救你的 双龙兄弟让我上山告诉你 小鬼子马上就要攻打龙凤山 他让你赶紧找个地方去躲一躲 躲躲 对呀 我躲一躲 要炸我的山 对呀 我说什么来着 哼 弟兄们 我说什么来着 这都是双龙给惹的祸 知道不 上次就是因为他 打死两个小鬼子 才把日本人引进来炸我的山 你知不知道 这次又是因为他 他躲进山里头 把小鬼子才引进来 我告诉你 这次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不明白 大当家的 你好好想一想 这事都能怨谁 上次少得挨欺负 二当家的处手打死了两个鬼子 要不叫二当家的 你能有女人吗 你少跟我扯这些王八毒 好 我不提 现在啊 好几个柳子 都成立了抗日的队伍 为啥 不就是让小鬼子给逼的吗 你懂个屁啊 现在这东北全叫小鬼子给占领 你知道不 就靠你们几个人 就能把小鬼子给轰走吗 就他妈扯毒子 我早就跟双龙说了 你既然来投靠了我 你就好好地在这龙凤山 给我当好你的二当家的 你别去惹那些小鬼子 小鬼子好惹的吗 啊 你一天你嘚瑟啥 咋呀 嘚瑟 差点把命嘚瑟没了吧 大当家的 我就不明白 那以你的意思 咱们两个兄弟让小鬼子炸弹给炸死了 一句我早就把你们几个给崩了 趁着我现在还没急 你呀 妈溜达给我滚王八犊子 去找你们二当家的去 听见没有 我是得走 但是我临走之前 我要劝你一句 小鬼子根本没叫把咱们当个人砍 有一天他把刀压在你的脖子上 你会后悔的 你到山下去看看 小鬼子每天都在杀害无辜的百姓 每天都会把牵口对送咱们的亲人 何止是嫂子一个人遭受这样的凌辱 每天不知有多少兄弟姐妹死在小鬼子的牵口之下 大当家的 我希望你不要把牵口对送咱们的亲人 兄弟姐和妹 要杀你去杀那些小鬼子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我说完了 咱们 我问你 小鬼子真要炸我们的山吗 我在山下蹦吵小鬼子探子 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 小鬼子是不是冲双龙来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就明白了 小鬼子肯定是冲双龙来的 我又没惹小鬼子 小鬼子凭什么来炸我的山呢 就算我惹了小鬼子 小鬼子他赶来让我那得瑟了 吹呀他也 我清楚了 双龙已经下山了 这儿啥事都没有 我告诉你 我哪儿我都不去 我就在这儿过我的安身日子 咋样 好 大当家 你就在龙凤山过你的安宁日子 我们走 我们去过我们不太平的日子 滚 你给我滚远一点 我告诉你 以后别让我老子见着你听见没有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钟表店的老板魏大哥 他可是帮了我不少了 也是我双龙的好大哥 下面就请魏大哥给大家讲几句话 好 双龙啊是我的好兄弟 只要是打鬼子 你们个个都是我的好兄弟 个个都是英雄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多尼大叔 一会儿多尼大叔 要把我们领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现在请多尼大叔 给我们说几句话 好 好 老弟啊 老哥 你就说吧 说了 老弟 说两句 好 你让我说啥呀这是 弟兄们 小伙子呗 你们好 我说啊 你们可别以为我老啊 只要是一提打鬼子 我不比你们年轻而差 我告诉你啊 我这肩膜头可有劲儿了 哎 就这么戳着白话说 我摟起来一扛 咱就走 快 你们信不信 哈哈哈哈 不信啊 不信咱们现在到山下试一试 老哥 老哥 这老头啊 一提打鬼子啊 磕来神了 哈哈哈哈 我说老哥啊 咱们别在这儿过招了 咱们上山上扛去 把白话叔扛起来 扔出去 砸扁的小鬼子好不好 好 好 大叔 哎 等咱们上了山 你再给我们露两手 怎么样 好 咱们到山上再 再露这一手 哈哈哈哈 说了兄弟啊 我有个想法啊 咱们人手现在 已经不少了 嗯 我有个建议 咱们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 怎么样 大哥 我也是这么想啊 可是 我们的武器不多 武器的事啊 可以再和解 首先呢 是抗日武装 然后呢 再起个名号 兄弟们大多数 是东北军军人出身呢 大家都知道 一支队伍 有名号和没名号 那可是不一样啊 出师得有名啊 嗯 大哥说得好啊 单私不成县 公募不成林 嗯 大哥 你说得我们心里去了 我说一下啊 张喜忠连长 那可是 蒋武唐出来的 是一个 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 这个头啊 我们就 请张连长来当 你们说对不对 对 那可不行 我跟弟兄们 可都是笨你来的 你不当头 谁当头啊 你还记得不 在邓团的时候 团长刚提拔你 你就被鬼子带走了 当时我就想 你小子 是条汉子 以后一定是个 当指挥官的材料 你可别这么说啊 当时啊 要不是你跟大家救了我 我早让小鬼子给杀了 我欠你一条命 那 我当初为什么救你啊 就是为了 你带着大伙打鬼子啊 大哥 别争了 别争了 我看你们俩啊 都够格 那就来个 一正一负 怎么样 行 好 好 你就别推了 弟兄们 让双龙当咱们的队长 同意同意啊 同意 好 状况所归啊 你就别推了 好 好 我就当这个头 而且是 当一个杀鬼子的头 好 好 可咱们这队队伍 它总得有个名号呀 嗯 是的有个名号 大哥 嗯 你见识广 你给我们起个名字吧 我看哪 双龙这个名就挺好 咱们就叫 双龙抗日山林队 怎么样 山不在高 有仙则鸣 水不在山 有龙则鸣 双龙抗日山林队 这个名字好 对不对啊 对 好 好 院长 大哥 我的名字 简单了点吧 不简单 等以后队伍壮大了 咱们再改嘛 大哥 咱们得有面棋子吧 对 有了这面棋子啊 我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 和小鬼子宣战 是得有个歧视 这整块布吧 啊 布啊 好说 你们先上山 这布的事我来解决 嗯 哎 我说啊 这布是现成的呀 咱们家有床单子 老婆子 快 把咱们床单子拿来 要好一点这 这 这 就这一个了 你看 行不行啊 来 来 大娘 这就行了 好 不是尿子 把刀给我 我 我 虽然人不在双龙队 打鬼子 我 也有我一份 还有我 还有我 我也来 算我一个 还有我 小鬼子们 你们看看吧 这就是我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 你 你们等着吧 兄弟们 双龙抗上山里队 成立了 杀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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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次成立了双龙队啊 哎 有个小鬼子好看的 是 你看弟兄们多高兴 是啊 这这 大哥 那有我呢 二当家的 二当家的 一 二当家的 二当家的 走愣着干啥呀 我跟你说啊 以后别叫我二当家的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成立了双龙抗日山林队 以后 你得叫我队长 是 二当家的 你看 哎 那边怎么样 哎呀 大当家的说辞也不下山 他说鬼子炸山和他没关系 说和你有关系 哎 他说啊 你一走了 这鬼子就不炸山了 就这么回事 不肯下山 那我们也得去救他 咋救啊 就这几把枪啊 再说了 我把好话说了三千六 他就是不打鬼子 你说怎么办 别救他 双龙兄弟说得对啊 既然是兄弟 他现在有难了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嗯 嗯 大叔 哎 你带我们去山洞吧 好 等我们安置下来 我们就研究 对付小鬼子的对策 嗯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对 他妈的 地球班一走 老子的斗志全白虎啊 哎呀 我这儿 有啥风吹草动没有 团长 都现在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风吹草动啊 咱们哪 就给他 卖孩子买猴 玩 玩 你常说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可你看看现在咱们这样 和软禁有什么区别 团长 我 哎呀 团长啥 我算啥个狗屁团长 哭啊 哎呀 我只有亲他无人两个 我是有有埋伏有有病 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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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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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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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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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啊 啊 我送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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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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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 到开我 可以 放开我 叶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走了以后 小鬼子让刘璐当了保安团团长 邓电云呢 只是挂了个团长的虚弦 邓团基本上让小鬼子给控制了 这么说 邓团的日子也不好过 是啊 这也是 意料之中的事 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 你们可要格外小心啊 大哥 你那儿 比我这儿还危险 你更得小心 有什么事 让高阳赶紧通知我 大哥 你要是不通知我 那你可就不够意思了 都是兄弟 虽然咱们人不在一起 可这心啊 在一起 是啊 大哥 八里香酒馆的老板娘 她好吗 还好 有一天啊 老板娘和燕芳 差点让那个刘璐 那个罕奸抓走啊 刘璐这小子 比小鬼子还坏呢 我会找机会除掉她的 大哥 那后来呢 后来是燕芳他们医院的一个日本大夫 把他们给救了 日本大夫 燕芳说他是 日本人 但是 又是难得的好人 日本人还有好人 不见得吧 这个 还说不好 不过只有燕芳才能激进她 至于她是什么人呢 以后会弄清楚的 喂 双龙啊 队伍成立了 将来有什么打算的 大哥 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 我们先要搞到枪 然后 再搞些粮食 只要兄弟们有枪 能吃饱饭 才能有力地打击鬼子 这都是急需解决的事 那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大哥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呢 是东北军出身 这山上有不少兄弟 也是东北军出身 能不能把这个队伍啊 带上像东北军那样 就好了 让弟兄们去掉一些土匪的习气和坏毛病 那这支队伍才像个队伍一样啊 啊 大哥说的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双龙队 绝对不能同意其他的土匪柳子 我们要建立一支 正规化的抗人部队 说得好啊双龙 你这么说呀 我就放心了 来 把这东西还给你 给 不是 大哥 你这是 这是你的 城里说龙队了 是个大假业 用得着 啊 大哥 这些钱 你一点都没有 用了 结了我燃眉之急啊 现在凑齐了 还给你 大哥 时候不早了 我该走了 大哥 你瞧 哎呀 都是兄弟 还说啥呀 以后 我需要的时候 我来这找你了 好好好 我收着 大哥呀 你回去以后 一定替我向老板娘问好 嗯 嘿嘿 老板娘要是知道 你成了双龙队 那可高兴坏了 他可恨毒小鬼子 那你跟老板娘说 我一定替他 多杀这个鬼子 好 延芳好吗 延芳啊 老板娘 也越来越成熟了 一天比天长大了 那太好了 一天是真的 老板娘 老板娘 咱们走吧 老板娘 你真走啊 走走 滚大叔 我送出来 你不歇会儿了 我不歇会儿了 好 好 弟兄们 咱们后会有期呀 啊 好 师傅 走了 那我还没待够呢 有 那你没待着 你就在这儿待着 留下吧 下次吧 上楼大哥 快走吧 完了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了 弟兄们 大哥 慢走啊 慢走 再见了 弟兄们 再见了 队长 保胜子那个事儿 咱们还是救还是不救啊 我说什么来着 你这个人哪 嘴上说的 跟心里想的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这嘴上说不救 现在又问到底救不救 你到底怎么想的 啊 他不仁我不能不义啊 再说 我能和他一样的吗 哎 把话又说回来了啊 就咱们队长 那为人 那么讲究 就咱大伙不去救 你说队长能不去救吗 嘿嘿 老小子 这次啊 你还真说对了 您想想 啊 咱们 还可以打鬼子 又可以救人 这种好事儿 我们干嘛不去啊 咱们待一会儿 等到天黑 咱们就找地方去取枪 队长 咱们上哪去救枪 我告诉你啊 去保安团 去保安团 那能行吗 向咱们团长要枪 刚才老魏大哥说了 他们已经打探好了 刘露现在已经控制了保安团 邓团长已经被软禁起来了 我就想趁这个时候 杀回保安团 然后去枪 我怎么听出有点抢的意思啊 这可不行啊 那儿全是咱们的弟兄们 这万一要让弟兄们认出来 那可麻烦了 是啊队长 万一要是让人被认出来 那真的麻烦了 哼 我就是想让他们认出来 从今以后 我们双龙队 明人不做暗示 队长 你说干啥去 打劫 打劫 带我一个呗 队长 队长 还去打劫啊 上回打劫 你没送了命 你咋不长记性的你啊 我都想好了 我都想好了 这次去啊 我有九成把握 唉 你们可以不去啊 啊 等我把枪拿回来 反正没你们的份儿 你们要是想去呢 唉 你们就可以把手举起来 啊 队长 我去 队长 我也去 嘿嘿嘿 我也去 还有我 我也去 嘿嘿嘿嘿 怎么样 扛不住了吧 啊 我跟你们说啊 用不了那么多人 老张啊 你啊 还是和你这几个 东北军的兄弟们 给咱们的新家 好好打扫打扫 啊 这回这趟差事啊 交给我们山上的兄弟了 嘿嘿嘿 罗生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队长 是有点冒险 不过队长说的也对 毕竟咱们顿段手啊 去也行 但是啊 必须咱们东北军的去 怎么来着 啊 老张啊 你终于说对了 只有我们队那熟 我们几个必须去 儿娘子 哎 这次啊 你就别去了 好好在家看家 照顾好嫂子 这 队长 那嫂子 那现在身体都好立足了 干几活了 那贼麻料 队长 你就带我去呗 儿娘子 听我的 还是让我们熟悉的人去 啊 你 是啊 儿娘子 那好吧 队长 你要是下次带不带我去的话 那我可撂条子不干了啊 你还闹情绪呢 啊 下次也不带你去 队长别带 反正是带我去吧 好 就等下次 啊 去 好好照顾嫂子 去吧 走 我回来给你带肘子肉啊 哈哈哈哈 来 冯队长 我们研究一下 来 可可 受取得下来 我们拿下来 这么多 我 给你带尤真 走 在那时 就能 我 带尤真 在那里 我 紫尔真 你 我在泳真 我 找到 你 我 带尤真 我 我 你们 将来 我希望你生活在平和上 嗯 我说了 那是一件意义的 改变我感谢的意义 表达 所以 有新的信息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日本国家的保护者 对啊 他们不愧愧愧 如果信心 他们会明白天皇陛下的心 但是 但是 反抗が激しかったと 楽観心 できないよ 閣下 心配なく よし 林君は中国通で 有能で 帝国の光栄 だと思うよ 長命富貴 素晴らしい 小иком 大学の 地下 お前 你 上 这没水真是咱们的地方 说不定碰见自己的兄弟啊 看样子 已经换乘流露的人了 是啊 跟咱们在的时候大不一样了 走 过去看看 枪哪儿呢 什么枪 我这儿有 你哪有枪啊 走 听说最两天要打龙洞山 有这回事吗 我听说那土匪个儿枪法挺好 叫什么管职 咱打他干啥 那也不怕 说是义军给他们提供大炮 咱怕他干嘛 我还是有点胆小 行了行了 睡觉睡觉 别动 别动大事 别动 你这要是一开枪 我们那人可就听见了 枪在我手套里 我就是开枪也听不见 也没有声音 我说 这不就有枪了吗 老兄 留个纪念 好案饶命 好案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抗日的队伍 今天来 就是想借你们的枪用用 都给我听好了 以后再干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双龙队绝不轻饶 我今天来 不想要你们的命 只是想给你们个警告 因为 你们都是自家兄弟 往后 要是哪个人 胆敢死心塌地地 跟着小鬼子干 祸害老百姓 让我撞见 我就让他去见阎王 你们都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着吧 为了让你们 和你们的头有个交代 你们自己把自己绑上 兄弟们 拿好枪 戴好衣服 我们唱 陶瓶 我们还绑吗 你他妈傻啊 还不快绑 实在是石榴不吉 石榴不吉啊 城市不走 白事有余 嗨 我错了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双龙队 我怀疑双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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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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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求立即调集兵力 够打龙队山 这次你能保证 把他的人头拿来 去吧 去吧 双龙队 双龙队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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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你看看 都不许动啊 想不想要抢了 告诉你们啊 现在是只许看不许摸 今天真是精彩啊 一开始我还纳闷 这今天这么些人 就带了我这一把枪 他哪来的枪啊 结果人家倒好 一进屋 别动 谁动打死谁 你们是没看到啊 队长用的就是 这根小木棍 往手套里这么一查 别动 谁动打死他 哎呦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廖老 说咱今天这队长 这个打击 比上回那可快多了 我跟你讲 人家不用手 就跟脚那么一勾 嗨 就到位了 对 整个人一勾手掏白了啊 下次我也这样 哎 你可不能瞎这样 这招啊 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啊 哎 我跟你们说啊 这人是活的 招是死的 你们一定要活血活用 往后 于这种事啊 还多着呢 哈哈哈 队长 我就知道 你肯定得整出点绝的 上次你们是不知道 我们跟着队长 那去打劫那个 打劫谁来着 你瞅你那脑袋 就刘露他爹 还刘露 刘露他爹呢 对 就打劫刘露他爹的时候 队长就这样 打劫 就俩字 不 就俩字 那点要吓得他们呢 那是乖乖掏出 好几百块大洋的呀 哎 您别说啊 二尿子这次说的可是真的 那天我也在场 说是 嫂子都说是真的了 别说 跟着咱队长干 还真在急 队长 下一步咱该干啥了 下一步 一路 是 一路 和一路 icide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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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 一点 想要 一路 那路 一路 寝 一路 这路 一路 一路 帅 一路 作曲 李宗盛 滿山的白雪真情和感動 生命是如此的不朽於神聖 滿地的紅穴去如何抗爭 展開了無情的堅韌和永恆 白雪白啊白 紅雪紅啊紅 漫漫長夜践踏著你美麗的面容 白雪不再白 紅雪卻更紅 白雪白啊白 紅雪紅啊紅 花下尊嚴鑄酒著你不去的面容 白雪不再白 紅雪卻更紅 白雪不再白 紅雪不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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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